- 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抱歉啊,刚刚这晚了几分钟, 我是睡的时候比较晚,快六点才睡的,结果呢,这个7点35我才醒来, 然后呢,这个醒来赶快这个冲进去洗澡换衣服, 然后碰出来,然后刚刚老领导又打电话过来, 老领导又在这块给我喊了半天,所以说晚了几分钟, 这真的很抱歉,非常非常抱歉。 今天呢,请大家做好板凳,做好准备,咱们要做好长时间准备, 今天的事情比较多。 首先呢,我想大家说,今天是中国人在历史上最关键的, 大家记忆忧心的,也是老百姓,忧伤和思考的一个节日。 在我们山东的老家,非常的在乎这个节日, 就是五月端午,取缘节。在我们老家呢, 把取缘节同时也称为叫做正义节和思考节。 大家都是说思考什么叫正义,什么什么,应该思考思考。 特别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啊,我在想,我真的是在思考,我想在问。 今天的,有没有中国还有没有楚海王? 有没有宠妃正秀? 还有没有公子兰? 这个公子兰是多么的重要啊? 还有一个金上,我们有没有金上吗? 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生活中,有没有正秀公子兰,金上楚海王这样的人呢? 那么我们有没有大清朝的李斯,有没有大清朝的赵高呢? 我们的楚海王是个笑话,但是它是历史,它是事实。 公子兰就是今天我们生活中N个大家能看到的所谓的太子党。 那么正秀就是我们能看到N个领导人的家属和情人。 而且我们现在还有新的历史名词,经过几千年。 在这个几千年后,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师生子和师生女。 而且尽量思考曲缘的时候,曲缘两次被流发,都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除了没有被强奸之外。 除了曲缘先生没有这个黄烟的小手跟他发生关系之外。 当时也没地产商像潘石屹先生和任志前先生之外。 那么事实上历史和今天是今天的相似。 我一再地说盗国贼。 紫兰、金上、郑秀这都属于盗国贼。 没有这些盗国贼,根本不可能形成战国时期那样的一个惨烈的局面。 虽然曲缘也姓米,也是米姓。 后来芈月嫁给了秦王,生下了皇帝。 我们的秦始皇,历史是如此的调诡。 在今天,我们端午节的时候,真的我希望大家思考,想我老家思考。 我们的身边,为什么一直有公子兰? 为什么有郑秀? 为什么一直有曲缘这样的人被冤枉? 为什么最终的大秦的结局,最后就死在了李斯造高身上? 我相信轮回。我相信姻缘。今天,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感慨完前。 感慨完前。刚刚几分钟以前,我的老领导,我尊敬的其中之一的老领导,给我打电话。 还在让我相向而行。还要再说我这个事情,由慢到缓,由缓到急,尽快解决。 诸步解决。还在给我听他的后面领导的话。 还在糊弄文贵呢。我跟这位老领导从伦敦见到今天已经六个月了。 已经六个月了。他是受各方的领导,正是官方和我接触的老领导。 这个老领导真的是个好人。发自内心的说是个好人。 不管如何,这位老领导他让我的四哥和六哥,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恢复了自由。 我郭文贵,我老郭家,我全公司都被感恩戴得一辈子。 虽然说是后面孟建柱书记,等人批准下,也可能是习书记批示下,让恢复了自由。 但是具体联络人,我感谢这位老领导。这位老领导真是好人。 他是我说的,我们的党内绝大多数人好人的代表。 最近几天来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今天在端午节说出来,非常有意思。 这个六个月我和这位老领导接触,从开始到现在,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从开始我根本没人知道,到我出来爆料。到爆料,到最后这个明镜爆料,到最后VOA爆料,到成了这个我自媒体爆料。 还有,从这个当初的,我愿意配合,只要求依法对我家人员工和资产进行一个解决方案。 我拿出我N个方案,到今天,一直让我相向而行。三次见面,两次在伦敦,一次在美国。 这个时代都变了。这个川普都当上总统了。川普总统都到欧洲转一圈回来了。春天都过了,都进入夏天了。 还让文贵相向而行呢。我们家人的头发都白了,又白了一圈了。我母亲眼睛又哭瞎了。我的员工的所有的家人,已经从半神经病到真正的神经病了。 这半年来,这些官僚的作为,和这个一面和谈,一面进我下手。欺骗着我这位官方的老领导代表,一面对我采取各种措施。 从过去,这个劝说,暗说,暗杀,到了明杀明说。从这个VOA电视,那一二十四小时,所谓的红通。 然后又对我,过去对我家人的再次抓捕,录制了三邪视频,强奸员工视频,全世界的媒体对我进行打压。 然后进行暗杀,又再一次见面。 直到今天,我们国家这个政府,不要说没有信用,就半点信用都没有。 严格讲,今天谈判的背后的领导,连个流氓和诈骗犯你都不配叫。 六个月来,我看够了你们的表演。 如果说过去二十八年我没搞明白,那么这六个月我真的会搞明白了。 而且这六个月以来,我可以说每秒钟对我来讲都是痛苦的。 对我的家人,我的员工都痛苦的。我们都看不到下一秒钟有好消息。 我再次说,如果郭文贵和员工们犯罪了,犯法了,依法公正解决。 你没必要压两年半到三年。 李友等人,十六人,这个李友等人,竟然是五罪四法。 现在我闹明是六罪四法,不是五罪,六罪四法。 而且数额巨大。 连八万人都说,如果跟李友的人比较,你们的人不但没有罪,应该是好同志,好员工,好公民。 李友就所谓的利他同事的功,检举揭发,回家了。 在里面享受国家的领导人待遇。 我们的员工受尽了羞辱,凌辱,欺骗,欺诈,刑虚逼供,打残废。 到现在还在严密羁押,连名字都不让你知道。 李友给了所有人送的钱,送的美女,起到了作用。 另计划的儿子,另骨的车是卫心送的,你们也不敢公布。 那法拉利车是你们北大送的。 李友却回家了,不但他回家,员工全回家了。 他们加在一起的刑期,还没如我们四个员工加一起的多。 这就是中国的依法治国,这就是中国的反贪。 马建副部长,唯一现在公开是跟我所谓的有行贿关系的人。 用你们的话说是六千万。 我检举揭发的傅政华先生,我们给他送的钱。 现金送了三次,要求一个金融牌照价值几十亿。 海外要求五千万美元。我们十句什么都说,但是你们竟然也不查也不问。 你们不但不查不问,还让傅政华先生一次次的出境,证明他没有事。 这就是你们的反贪。潘石屹先生的容积率,从不到一变成了五,从不到一变成了十五。 你们不但不查,还让他站出来,去诋毁我。 就连这个任志强先生头两天也阴不阴阳不阳的在这个微博上说。 听说这个郭文贵说了半天,老吓唬人,你亮亮头吧,把我们吓死呗。 一些道听途说。是吗?你觉得我都道听途说是吗?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我怎么道听途说的。 大家现在回头看一看,从我爆料到今天诋毁我的人都是什么人? 胡舒立是站在前面的胡舒立女士。 然后有潘石屹先生,黄燕女士,岳文海先生。 还有就是公安口这几个人。 从駭客到美国,駭客到网络,駭客到世界,駭客我手机,駭客我推特。 下作手段,无所不及。这是一个国家对我一个人的攻击。 那么这些人的背后老板,你们看一下都跟谁,是一伙的。 包括头两天路透社又登出了一篇所谓我和Tony布莱尔的文章, 又是完全你用了胡舒立的所有的话。 我现在我想问问所有的同胞们,在过去的五年, 习总书记被骂的全人类的男情话都骂给他了。 可是你们听说会有骂王岐山书记的吗? 有人骂王先生吗?从来没有。是王岐山先生伟大吗? 是他真的不贪吗?是他是神圣吗?一尘不染。 还是王岐山先生从来不信女色?别人都是强奸党。 他非常的干净和纯洁。他是触男。王岐山先生是触男。 他没有孩子。他没有孩子就证明了王岐山先生没有生殖能力, 没有性能力吗?他没有孩子他就不贪吗? 我们历史上的赵高贪不贪呢?他没孩子。历史上的子兰郑秀贪不贪呢? 我们历史上无数这样的人。对不对?所以大家想为什么没有人骂王岐山书记? 为什么都骂习近平主席?就连这个美利坚共和国最自由的地方也没有骂王岐山书记的。 而且2015年王岐山书记公开说,所谓的抓这些官员,我王岐山没抓过。 我一个没抓过,跟我什么关系啊?那是谁抓的呢?大家应该记得,那是谁抓的? 那就是习近平主席抓的。孟建柱书记抓的。那就跟你王岐山没关系。 是吧?接下来,所有全国上下,全人类,全地球,包括宇宙,连那个中国发射的卫星都会查得到的。 王岐山书记是神人,一尘不染,圣洁至极,几乎是佛主在世,菩萨在世,无儿无女,不尽女色,然后救火队长。 查遍全人类的都是这样。所有这些接触我的记者都在问一句话。 为什么王岐山这么多年,是中国唯一的被大家全球认可最干净的人? 我说很简单。她拥有一个胡舒立女士,她拥有N个利益集团。 她跟西方的政治家们有桌子底下的交易。海南唯一的政治家公司变成了美国高升高华,还是她家人当总裁。 只有她在她期间把中国的金融牌照判给了西方。她跟西方有利益交易。 还有她跟西方有复杂的背景。另外,我再次想问的事情。 为什么这么多年,所有反贪的罪过都让习主席淡了? 而王岐山书记、孟建柱书记啥事儿没有?公平吗? 谁都知道,抓的那些人跟谁有仇?谁都抓的那人民的民意电视剧? 那是谁让拍的?我不是说,我跟习主席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政治和利益。 我是用事实说话。如果谁能够提供习主席各种腐败证据,我也照样揭发。 可是没有啊。他们家人做生意,我非常清楚啊。他们家的人做的那些生意, 加着一堆不如王岐山书记和其他几个盗口罪的零头的零头。 我说话是要讲证据的。王岐山书记的师生女、师生子有几个, 你敢站出来跟我说吗?你敢在全国人民面前接受DNA化验吗? 我再曾经发推说过,如果我查不出来你两万亿的贪腐, 我郭文贵从这儿楼上跳下去。六个月了,你们用谈,以谈促打, 以谈找机会杀,以谈促杀,想杀掉郭文贵。我从第一天告诉你们, 我有N个选择。欧洲、日本、美国每天都在问我,让我做出选择。 我没有这么做。我始终觉得中国是我的国家,是我的祖国。 我应该爱这个国家,贡献这个国家。我不想接受西方给我的特别保护方案。 我想让我的子孙,让我的父母,他们能看到,我父母希望的儿子那样。 我的子孙能看到,他的这个曾经的祖爷,或者是他的爷爷, 是一个真正的有坚持有理想的人。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个人民。 但我恨你们这盗国贼。我恨你们现在这个体制。 可是,这六个月来,我用我的生命,全家的生命,把过去的三年的痛快, 一而再再二三的这样延伸。 你们一次一次的对我进行各种暗杀和追杀。 美国相关部门给我谈话的时候说,你知道你的周围有多少人想收拾你吗? 想做掉你吗?用过什么办法吗?我说我当然知道。 但是我相信我不会被他们做掉。他们说为什么? 我说我相信我是正义的,我是佛,我是受到佛祖上天诸神保护的。 他们大笑。但我说的是真的。 就在三周前,我说不爆料什么原因呢?我想让大家知道的事情。 三周前,这位受委托的老领导,决定来美国见我。我接受了。 他说从现在起,你不应该再爆料。我说好,从现在起我不爆料。 不爆王岐山书记、孟建柱书记和孙力军的了。 我是说这三人。但是,有前提。我妻子女儿,还有我的另外一个女员工叫马南, 还有我侄女郭丽杰,必须马上回家,马上到美国见我。他们答应了。我妻子女儿来了。 我的女员工和我的侄女儿到现在没有来。他们绝不会百分之百守信念。 我给他们发信息告诉他。我说你到来美国之日,知道你不兑现诺言。我就有违约的权利。 大家看了,头两天我也抱着一些料。但是我还是没有违约。 可就是这个领导带着四个人,代表着他们来跟我美国谈判的时候,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我毫不夸张地说,过去一星期里发生的事情,真的不亚裕。真的不亚裕。 用这个昨天晚上上海的一位老老领导话说,你差点引发了中美之间的一场战争。 但这件事情,他考验了郭文贵的人品,考验了郭文贵这个人的道德。 因为这位老领导是以国家的名义到达美国来跟我谈事情的。 我是带着一片的忠心和希望来跟他谈事情。 我一再给他说,别再跟我讲政策了,别再跟我讲相向就行了。 我们应该来点实际的了。 就在他要来的期间,大家知道他推迟了大概两周的时间,他说是签证的问题。 后来,在我们中南海内部,频繁给我发了信息。 我到今天万分感激,我真不知道他是谁。 但我相信既是有正义良心的人,同时也在利用我的人。 很抱歉我这么说。我知道了,他们正在想办法去抓捕和我有关的人。 包括也有骗我的人在广州。曾经有人打着某领导家人名义骗了我的钱,把他抓了。 包括也抓捕了,就5月7号抓捕了,北京首都机场给我提供了部分海航航班信息的人。 包括也抓捕了,给我曾经在总参二部一个军官给我提供信息的人。 也包括他们去,在上海和这个刘特佐,Jule Love在商量如何用第三方把我弄回去的事。 包括有人向他们许诺在美国政府的游说,要通过阿联酋第三方护照把我弄回去的事。 包括也研究把我弄绑架到船上,用货船把我运回去的事。 包括在纽约大街上有人冲上来,说我调戏过这个女同志。 然后把我,然后跟当地的公安串通好警察,把我关起来,让我闭嘴的事。 包括这个有人设计,让我把我家人给放毒品,渲害我有毒品的事。 都在上过三周的爆料当中,在酝酿之中。 主要领导人是其中的,我说四个盗国贼之一。 但这事都没有发生。 所以,这位老领导,他是被利用的,他真是个好人。 背后这些人让他们一面跟我谈,背后边使用这些黑招对付我。 那么就是我上次说的,这一共三招,第三招叫烂招。 第二招是什么呢?跟美国政府做交换。 这两天,中美之间西川会以后,有六个工作小组,谈不同的两国合作问题。 每个小组来华盛顿,都在游说美国政府,将我遣送回国。 而且,美国的有些官员也在骗他们,说我们可以做,那你给我什么条件。 这就是当年的紫兰和郑秀,想干的事儿。 卖国,求文贵。 卖国,求平安。 你们所有跟华盛顿谈的话,你们所有在华盛顿做的时候尝试的交易,未来都会被公布。 记住今天郭文贵说的话,不但美国的国贵山都在盯着,全美国人都在盯着。 你们以为现在是真正的世界老大了,你们觉得现在你们可以控制全世界了? 可能吗?可能吗?这种愚蠢,这种傲慢在中国,欺骗我们那些草获老百姓,把这些老百姓当猪狗来对待。 因为我们这人傻嘛,被蒙着眼睛,蒙着耳朵,蒙着嘴巴那么多年了,到美国来,你还以为能做到? 你以为在非洲能做到,美国也能做到,在中东能做到,在美国能做到。 你看看结果是什么? 特别是头几天,我们的胡舒丽女士所作所为,已经超过了一个媒体的底线。为什么? 胡舒丽女士原名叫胡舒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命案,101是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胡舒拉女士,你的事情刚刚开始。大家我再说回来,这么多年来,胡舒丽女士,天天骂这个骂那个,她骂过王岐山吗? 她给布隆伯格这个,傅财德他们,提供了,习近平家人做生意的最关键的资料和信息。她为什么不提王岐山的呢?为什么不提王岐山的呢? 郭文贵爆料那么长时间,胡舒拉女士,你改成了胡舒丽,你杀过人,你报过命,你让别人嫁过人王国。 你既然那么恨共产党的体制,为什么治保王岐山书记呢? 大家知道张立凡先生是大家所尊重的,包括我也是尊重的德高望重之人,一直在批判了这个体制,批判了这个共产党,批判习主席,毫不留情面。怎么从来不批判王岐山先生呢? 大家今天往回看过去的五年和十年,是谁导演了这个瞒天过海,把王岐山先生变为神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全天的网络。 美国人、英国人问我,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让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歌颂一个人? 全人类上没有过。你们查一查,世界上像他这样身份的人,有谁不被骂的祖宗八本? 只要是这样的人,几乎是百分之五十人是反对的,他竟然是零。 这背后的力量和背后的运作,难道就是为了他的名声吗? 还有,王岐山先生的家族,现在控制的金融和资产,我说过,中国金融资产总共一百八十万亿,几乎都是听王岐山的,不是他都拥有,几乎他可以控制和影响。 这一百八十万亿里边有多少钱被王岐山先生拿走了呢? 除了海航的这两万亿人民币之外,还有多少钱呢? 大家可以查一查,现在的中国不良资产这几年去哪儿了? 海航的两万亿贷款最后归为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就会进入到王岐山书记绝对控制的中箭头。 控制到了中箭头,中箭头就把不良资产零价格再转回到海航,就这样把钱就拿走了。 过去二十年,中箭头处子资产,达五十万亿人民币。 这个国家级的不良资产处理包,完全黑箱操作。 是谁在操作?王岐山书记本人。 过去的两年,王岐山书记,竟然把中国箭头变为私人控股企业。 其中第一个人,就是由姚庆同志十名,要开始来进行作为股东。 注册公司,2016年五月份注册公司,叫什么公安公司。 成立了中国箭头股东,和处理中国箭头不良资产。 这个王岐山书记的打击腐败,什么周永康许才后,令计划马建福部长苏荣, 加着一堆还不够他们一个零头呢?他那还得做全钱交易。 王岐山书记的这个盗国贼,他直接就把银行钱给拿走了。千亿万亿啊。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腐败的问题。回过来说,王岐山书记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呢? 据我现在所掌握,王岐山书记的私生女、私生子都非常之年轻,也非常之优秀。 王岐山家族的房子可不是那个,一个。王岐山家族的房子,在西方有一百套之多。 如果按照这个跟薄熙来先生的那个比较,那王岐山书记得判一百次无期了。 他要这些财富,私生女、私生子都这么年轻,受那么好的教育。 有人,这位老领导跟我说,啊,七山书记都七岁的人了,你还说你有私生子、私生女。 我什么也没给您说,我真的是尊重你。 二十年前,他才五十岁,二十五年前,他才四十几岁。 老领导能不能别这样闷到良心说话,他七十岁了,就等于他没犯罪吗? 那周永康和许才厚都不用抓了? 苏蓉也不用抓了?所有到七十岁的官都没有罪? 这话我就不愿意跟您说浪费时间。 他老爸老妈都八九十了,这毛毛领导,你还说人家什么呀? 他爸他妈八九十,他就把我爸我妈就给杀了吗? 什么道理这是?什么逻辑这是? 为什么王岐山书记要这么多钱? 为什么他要控制这么多资产,这么大的一个世界级的媒体? 世界级的政治的力量在背后? 包括美国的共机会都在帮他,耶路骷髅会都在帮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王岐山书记能在世界上有如此之影响力? 而且他自己拥有一个非党内能控制的一个媒体,叫世界级网络。 就连张立凡先生和胡舒立女士,这样的人现在都知道, 我站出来替王岐山先生瞪着眼来开始,瞪着眼为他来辩护。 我这个,我多的拿不出来啊,像这样的资料我能拿个九十一份,大家记住啊,九十一份。 据着我郭文说的素质啊,我希望用时间来证明,我能拿出九十一份来,这位是谁? 王岐山先生的私生女。 这张图当我发出去以后,我在这之前录制的视频当中很明确,我说的,我说考验推友们的智力。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有人在政治局和常委里面为王岐山同志说话,说郭文贵说的摇庆是呼伦贝尔的摇庆。 不是王岐山书记家的摇庆。我把这一张资料,我打开的时候,大家不要忘了,我这里盖出了什么? 上面写的很清楚,是我的笔记,我说这个是呼伦贝尔的摇庆,不是王岐山的摇庆。 但是,为啥我考验大家呢?下面有他的身份证号码,这是百分之百的摇庆的本人的身份证号码。 而且下面英文很清楚,说的这个是不确定的。因为这些报告,全部是英文的。 这是一个调查公司和美国这个有权威的法律调查结构,共同在我提供的资料中调查的结果。 结果张立凡先生就上当了。你说这不是呼伦贝尔的摇庆照片? 你有没有看下面的这个身份证吗?我尊敬你啊!但你也太嫩了吧! 就你这样还能帮王岐山先生成为国君吗?成为国王吗? 这里边英文很清楚说好的,这不是这个。我下面已经打了叉,我这也打了叉。 姚庆先生的照片和录像我拿不出来一千个次,郭文贵我愿意人脑落地。 我一会儿在推特上把他护照给你们挂出去。既然都是有他,看看这个结构图了吗? 这是当初结构图,我告诉他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洪宁是他们家里的人。 这是姚依宁先生的夫人。我说这孟学农也是不对的。但是,这暴露了什么呢? 我们党竟然最高领导人王岐山主席,愈弄中国九千万党员。 说我说的那姚明山,不是他家那个山,是那个山地搞错了。就这个。 姚明山,不是那个山,搞错了。那就不是你家的山了。你敢把政家给亮出来吗? 荒唐到这种程度,把九千万党员真当猪狗啊! 把14亿人民当猪狗啊! 郭文贵调查一个人这么大,拿着全家的生命,拿着我全部员工的生命。 我去,连照片搞不明白,我就去爆料去了。 我找死呢?我找死有这么找死的吗? 张立凡先生,胡舒立女士,五毛们,七毛们,疯狂的这个做。 你们的表演让我更加坚信了。 如果你们要这个国家让你们继续管下去,那简直是14亿人的悲哀。 就这样的智商,就这样的情商,就这样的文化水平,你控制了14亿人民。 在这个结构图里面,大家看到的事情,在这个结构图里面,非常清楚。 这些公司有错的吗?资产有错的吗? 还有,王岐山先生,你是反腐的最重要的人士,连党员吃个饭都犯法。 买几斤粉条你都在路上把车鞋子给抓了。 多少啊?几十万党员被你给归了。 960万人民被这弄得家破人亡。 可是,你的老婆是什么身份? 姚明山是美国的居民。 王岐山先生,你敢站出来说,你老婆不是美国居民吗? 你敢说吗? 如果你敢站出来说,王岐山先生,你老婆不是美国居民。 郭文贵爆料到此为止。 我都会贴到这个推特上去。 既然你老婆是美国公民。 你怎么让全国的九千万党员。 说,所有裸块全面值。 包括那河南老乡,袁文海,袁文海。 因为老婆在美国当老师。 也都是任着书记被你给免了。 所以他骨子里恨共产党。 你的老婆却是一美国人。 而且你的五年反腐。 凡事裸冠,避免避抓。 重大犯罪。 你的师兄女,师兄子是跟谁生的? 是不是? 人工兽精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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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工兽精什么婴儿啊,试管婴儿啊。 二十几年前了。 几个孩子啊。 我刚才说到这里, 马建副部长, 还有一位安全部的部长, 给我说过一句话。 中国未来将两乱。 一乱。 就是党的内部, 有人造反。 造成国大乱。 二乱,老百姓造反。 把共产党推翻。 我当时薄熙来事情出来后, 和另一计划。 这两位先生的事儿, 我以为这共产党制止了一乱。 内乱。 后来这位部长由于我跑到国外, 他不跟我联系。 头一段时间, 悄悄跟我联系。 我问他, 我说你认为那两乱, 这个隐患拔除了一个, 是不是已经内乱取消了? 他没有回答我。 他说文贵, 等你把家人都救出去以后, 我们俩再好好谈谈。 然后语众深长地说了一句, 文贵呀, 你受委屈了。 我们高层内有真正的野心家, 最危险的是习主席。 我真没往心里去。 最近在一系列的行动背后, 王岐山先生下了一切的命令, 黑白两道。 美国关系必须弄死郭文贵。 我才意识到, 原来这个党内之乱, 就在我身边。 就是我的敌人。 这个人是一定会除掉习主席的。 我这才想起来, 在伦敦的时候, 我见了国内来的政法高官, 他说如果十九大选举, 真是党内插额选举, 一定不是习近平当选总书记国家主席, 一定是王岐山。 所以劝我不要和王岐山为敌。 而且告诉我, 王岐山的影响力绝不在中国, 是在美国, 是在全世界。 而建议我不要到美国来, 待在英国。 最近三四周来, 突然间, 我收到了大量的各种信息。 都是说习近平主席家里边做生意, 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包括, 在首都机场给我提供, 那个飞行资料的, 一部分飞行资料的那个小伙子被抓以后, 我收到了他被审判的一段录音。 就是让他承认郭文贵在调查习主席。 而且让他如实地说, 让他按稿子念。 这个人还没死呢? 还活着呢? 这两位。 习主席如果能听到, 应该让人去调查, 他们是不是这么做了? 能证明文贵是真是假? 从抓捕我的员工和家人, 当时进去, 抓捕的时候, 我的太太和女儿现在在这儿呢? 我问了细节, 进去出事的是中纪委的政建和北京市公安局的政叠。 当时明确地说这是习主席的皮实。 孟书记的皮实, 王书记的皮实, 我们全家完了。 一直到我爆料之前 所有专案主都是说习主席的屁事 咱们海外的各种媒体说 郭文贵是挑拨习王这个关系 理解两人关系 如果两个人的关系被郭文贵都能理解 他俩是正常的关系的话 那是我们国家的悲哀 如果你两个关系是正常的 是干净的 能被郭文贵理解 那是你们的悲哀 但是 郭文贵要理解你们关系有什么目的吗 有啥好处吗 有什么意义吗 任何事情都要以事实为根据 文贵有什么样的事实挑拨你们关系了 我有什么样的目的呢 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有什么样的动机呢 在这个审判期间 在这个预审期间 还有这个非法关闭期间的员工 给每个人都说 这是习主席的屁事 我今天往回看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办案人员的粗暴 和办案人员不守法那么简单了 这是一个政治阴谋 郭文贵说了不算数 我无法安排几百个员工说一样的话 而且我也没法见他们 他们也不和我联系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习主席不去派人查一查 这事是真是假的 傅振华先生收了我们三次钱 二十万美元 二十万港币 一百三十万人民币 和答应要一个方正的金融保险牌照 和五千万美元 还有傅老三的录音 这是真是假 难道不找人核实一下吗 这几天有爆料说 你知道为什么不抓傅振华吗 因为傅振华帮助救过习近平的命 还有傅振华掌握习家做生意 习在保傅振华 各种信息呀 这是北京传来的 你有本事传来写下名字啊 这是什么 铺肩盖地的让我去恨习主席 铺肩盖地的来给我提供各种信息 就让我去苗头对准习主席 不报王岐山 不报其他道国贼 这几天 头两天 有一个神秘的神秘的啊 给我发信息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清楚 我从今天 一会你们记住啊 我这个之后 告诉所有的朋友 我的WhatsApp全部取消 我只保留signal这个联络方式 因为这位这个人跟我说这是真的 他给我提供信息都是真的 但我怀疑他利用我 说所有的WhatsApp 所有的E-mail 还有我的Twitter手机都被他们控制了 只有signal目前是安全的 所以很多人发私信是绝对不安全的 因为给我发私信很多人被抓了 包括爆料的人 所以这个朋友告诉我说 文贵你要记住 习近平主席啊 这个事多么多么坏 因为这个人 告诉了我一个重要的事实 他是一定住在中南海的 因为我那时候经常去中南海 我每次都从北门进去 那么江泽民总书记的家 旁边后面就是毛主席过去的故居 后面还有原来胡耀邦书记的家 还有他那时候夫人没过世 还在旁边住了 这个人说 当时在中南海 准备给习主席安排房子的时候 结果安排来安排去没有房子 后来习主席问 旁边哪还有什么空的 然后呢这个 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姓陶的秘书长 说旁边就剩一个毛主席故居了 习主席那我就住毛主席故居吧 习主席就搬进了毛主席故居住 这个人告诉我说 党内因此暴怒 很多人接受不了习主席住毛主席故居 第二给我说 王岐山先生反腐 是真正的反腐 习主席反腐是假反腐 是打击政治对手 给我举了N个例子 然后告诉我 郭文贵批抓你家人是习的批夫 不是王岐山的批夫 然后说这都是傅政华和习的事 这样的政治挑拨 看上去爆料很多真的信息 就是要挑拨文贵 对抗习主席对抗国家 你把我文贵当成猪啊 当成狗了 你不知道我的郭文贵的本事 你们一直小看我郭文贵 是你们一次一次在郭文贵面前 让你们打错了算盘的最核心原因 我未来 在十九大以前 我会一次次证明给你们看 你们是如何看不起郭文贵的 我会有如何的回报 郭文贵 对你们这种无知和愚昧 多年来 因为愈弄十四亿人民成功养成的傲慢 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张纸 这张纸是这位老领导 22号到达纽约 他上飞机后的几个小时 我收到的一份的秘密的报告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报告里面说的绝大多数都是实话 我未来会挂到推特上去 一会儿我会挂上去 这位老领导在到达纽约和我见面时 我告诉他 我说这是我收到了两封这样的报告 这个报告说明了什么呢 真正的了解了 确实知道是王岐山先生下令抓我们全家的 是傅振华是绝对腐败 而且是在大连给李主放水 而且王立军先生到达了华盛顿 正在和美国政府协商 想把我弄回去 包括采取黑道 而且 王岐山书记 和习主席 之间 有问题 这样的报告我收到了很多份 尊敬的推友们 你们去想想谁和郭文贵发这种信息呢 这样的信息很多 包括胡舒立女士 在101中学 1966年 1966年8月 打死陈宝坤 各种信息 郭文贵现在从被爆 从爆料的角色 已经成为了所有人想利用的爆料的平台了 这些人就是想把文贵 治愈到中国的政治斗争去 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背后的最重要的就是指挥者 就是盗国贼 这些盗国贼 这个野心 我绝对深信 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习主席 习近平主席 和绝大多数的党员 绝对是 有感觉 无法确认的事实 从现在我刚才说过的话 拥有一个强大的国际政治网络 强大的媒体控制网络 强大的经济 这个同盟网络 强大的这种黑暗力量 隐秘力量的一种共同利益网络 和拥有数万亿人民币的资产 有N个私生子私生女的 这么一个后继有人的一个集团 他们想干什么 郭文贵一点都不着急 我也现在不希望有什么结果 如果这个国家连这个都看不明白 如果习主席连这个都判断不了 那就用事实和时间去证明吧 我不急于证明 中箭头的信息一直在给我发 这个国家是人民的 不是习主席的 也不是你王岐山书记的 永远不可能属于你盗国贼的 我倒不希望 现在王岐山书记被抓 傅政华被抓 盗国贼被抓 我不希望 今天抓和明年抓和后年抓 有什么两样 它影响郭文贵有什么生活吗 不影响 你们还能把郭文贵怎么样啊 员工别让出来 我的家人别让出来 不让他们随便出路径 把资产交给你们 然后继续追杀我 你不就这点牌了吗 我都不要了 我命都可以不要了 我还在乎那东西吗 但是不要忘了 十四亿人民 绝对不会一直这样闭着嘴 蒙上眼睛蒙上耳朵 等待着你们 被你们强奸 轮奸再轮奸 还要说爱你 忠于你 让你这个外交部 教育部 教育我们的子孙 变成傻子 成为你的吃了人吃完的奴才 外交部 外交部成为你们 一个骗老百姓的所谓的卖国部 让公监法成为拿着枪 让老百姓跪下来 可以这样一直下去吗 到国贼们 你们去想想 郭文贵今年48岁 我再等你五年 我5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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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总能看到你下台吧 你再不下台 我再等你五年 我58岁 你这中间把我给宰了 把我给杀了 我这91份资料 绝对能把你们这人 葬入到地狱的一万次 我说过 谦虚的说千分之一没报呢 不谦是万分之一没报 几百个私生子女 几万亿财富 上千个私生子女和亲生子女 外甥七大金的八大仪 在西方读书 买房子 一夜之间在股市洗走25万亿人民币 然后像范雅一珠宝这样的 把人钱给卷走 一走了之 再通过法院判合法 这些老兵连饭都吃不起 给国家敬了一辈子的忠诚 最后儿女上不起学 回来还要被打被控 雷一阳上了一辈子学 就这样几分钟给打死 还得是强奸死 涅书冰被弄死 被判刑 家人一辈子受折磨 709律师受了高等教育 全部被消失被抓 这都是难道有正当的理由吗 为了国家的利益吗 这是哪门的国家利益呀 今天的网络控制 已就是逆天而行了 全人类的文明就是信息的时代 信息的时代不让人们享受信息 你灯下黑 你黑箱作业 怎么有真相呢 行你满箱放火 不行黑夜点灯 竟然是你们这样的招百姓 只听你一个人说话 一个声音 一个嘴巴 一杆枪 就连香港一个自由之地 都被大家吓得半死 这几天有人要跟我见面 被吓得说我见你可能没问题 我回去可能就会消失 香港人当时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 做了这么多贡献 今天的香港人被吓到这种程度 这哪是以黑治国了 这哪是以黑反腐了 哪是以贪反贪了 这已经腻了天了 香港人还有未来吗 香港人还有自由吗 香港人还有法律吗 当然香港从来没有个民主 这样的形式能坚持下去吗 你们骗自己 你们骗14亿人民 你能骗得过全世界吗 我今天我尊重这位来跟我来开会的 这位老领导这四个人 我不讲这个过程和细节 我要讲出去会震惊的世界 我郭文贵再一次我用事实证明了我的人性 我的道德 我对国家的热爱 否则中美之间走向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期 我是天然的反应 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儿儿子 哭了跟我说爸爸无论如何 你要控制住这个局面 否则的话今天我就不用在这谈这了 中美之间就成巨大的问题 郭文贵是有道德底下 是有法律底下 是真爱国的 可是你这些叛国贼们 你们这些盗国贼们 卖港贼们 你在拿着14亿人民的未来来开玩笑 我上次报道了七八期 我今天再报道一个七三期 这个七三期请大家好好查一查 看到这个飞机号了吧 我再让你们看看这个飞机上谁坐的 张立凡先生胡舒立女士 你们去查查这个飞机上的身份是谁 大家看一看啊 这个上面是姚庆、张领、赵俊、赵全 七三期 这个时间是2014年6月26号 2014年有一个七三期也是为姚庆买的 9000万美元这架飞机价值 这架飞机拉出过多少钱和古董 又有多少女人在上面 这上面这个头上有一个叫做Francson Francson就是在美国帮助王岐山先生 管理私生女和私生子资产 还有养大他们成人的 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姚明端的丈夫 那是假的 大家看一看 张立凡先生 这个身份和名字有没有差 你自己看一看胡舒立女士 还有在北京那任志强、潘思义 把我们的黄烟的小手形成 是一个窈窕的处女、黄处长、潘处长 你们解释解释 因为潘思义先生、任志强先生 就是王岐山先生要成为国王背后的利益 共同体和打手 所有的潘思义到所谓见黄烟 全是王岐山先生和他的秘书安排的 周亮安排的 你们的房子的容积率全是他批示的 未来我会一一出示证据 黄烟女士的怀孕的小手 你慢慢的往外露露 这个是假的吗? 笑什么呀? 不要笑嘛 新的助理啊 新的助理来了 现在他在笑 不用笑这是事实嘛 这个啊 说完黄烟女士的这个小手 怀孕的小手 再说说 该支持该哥哥 啥事不忘行李哥 还有一个 这家是空客319 也大概价值一美元 看着这个编号啊 看着这个编号啊 这个飞行时间表 看到了吧 2012年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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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啊 弗兰克孙 才让他打成女的了啊 张立凡先生 再来骂我来啊 这个是香港的身份证 他还有美国护照 这个弗兰克孙 他竟然写成女的了 大家仔细看看啊 李然 刘童 裴南南 裴南南是军官啊 王岐山同志的军官 还有一个惹穷疤 惹穷疤 姚明端 姚明山 姚庆 所有证件 这是2012年11月11号 哎呀 这个是 这回 大家看看 我再说 这只是 再说说 飞行跟他飞行 不说明什么 因为这是你家的飞机 这是你家 这是王岐山先生家的飞机 为什么 海航集团 姚庆是股东 王岐山是股东 是老板 如果这个还有问题呢 咱看看这个 大家再看看 这个房子大家记住了啊 大家可以上网查啊 大家上网查 王岐山先生的 这位 哇 这报太多了 这料啊 以后再报 多着呢 咱先报議帐吧 别吓着大家了 大家的心脏 你们现在能不能受得了 我看看啊 给我一下这个电话 给我一下我看看 给我这个 我前一点 我前一点 哎呀 你们真是听不懂中国话 咱们真有代沟 给我这个来 心脏能受得了吗大家 哎呀 我的天哪 这多少人在看呢 现在 15000 超过 才15 天哪 我以为得15万 有点失望 哎呀 我们老百姓现在这个墙给 大家 能受得了吗 我说的说的 我都有点心点颤了我都 我都有点颤了说实话 然后大家记住啊 被胡舒拉 胡舒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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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舒立女士 给舒服调的 那个冠军同志 是我们的核心人物 核心人物 大家推友们 好好去做做功课 查查冠军是谁吧 我今天好多文件不出 我让张立凡先生 好好看看有多少啊 本人多了没有 91个这么多 我要出示银行账号的时候啊 我真的我跟你讲 我也希望张立凡先生 为你的希望 还有胡舒拉 女士 去查查 这个银行账号 这都是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啊 汇款单 我接下来会一笔一笔钱给你们公布 在全球发布会上 录像 时间 金额 注册文件 资金去哪儿了 最后有什么 全部给你们展示出来 全球发布会 我现在已经确定八月份 有一个叫做准备性会议召开 其中会有部分爆料 在纽约 然后在十九大 不管它哪一天开 开幕的当天 我们在澳大利亚有一个小会 叫同时 在澳大利亚有个郭文贵会到场 郭文贵会到场 有三个最关键的人士会到场 在澳大利亚分会场 举行迎接十九大全球新闻发布会 最后是十九大最后一天 新的领导人上台的同时 我们在纽约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 大家记住我曾经发布的推 如果郭文贵不能把你们给老百姓们 找来两万亿人民币 直接发布出这些黑国 这些盗国贼们的师生子女 和这杀人放火的这种证据 郭文贵一定在你们前面 抛福致敬 包括现在重要的内容 在香港 如果香港没有郭文贵的帖子证据 证明你香港建制派 和你的纪律高官 贪污受贿 郭文贵也自杀 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记住我今天说的话 哇 这个千万别露出来 露出来把人给吓死了 这就像潘陀拉的盒子一样 所以说 我今天讲到这里呢 我希望王岐山先生能听到 你不要再让你的下属 再来威胁郭文贵了 还有说不够猛呢 最近五毛非常之嚣张 五毛换了马甲 先说好后来骂 用这个赞赏在先 辱骂在后的方式 这个对待文贵 我说实在话 你说啥对我文贵有啥影响吗 我们的推油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正能量 这将是中国人民走向幸福安全 怎么样 太近了 这个是走向幸福 走向光明 这是中国民族的希望 你那几个五毛千万记住 作为一个佛教徒 你们千万给自己家人积点德 我不管你是五毛还是七毛 他任何人偷取国家的几万亿 王岐山书记已经不是贪污腐败了 他是盗国贼 他用贷款的名义 最后把它变成不良资产 再弄过中箭头 中箭头再不良资产 打包卖给他自己 然后零消费 未来我会给你们提供证据 怎么样 杂音很重 现在有干扰 有干扰 现在行 应该 用这个声音了是吗 原声了 原声 OK 所以呢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贪污腐败 盗国贼了 中国过去五年是盗国贼 抓贪污犯 打群架 然后讲的是什么 中纪委打铁还需自身硬 真的是 你哪只有手硬 你哪都不硬 现在黄耀这同志的小手也不硬了 也怀不了孕了 潘石屹先生 任志强先生 你们那点政治抱负 那点小理想 贪污 你说你盖个楼外 还整个要中国人民感谢你 你是建筑艺术 美化了北京天际县 你那个这个建外搜后 那个银河搜后就像狗屎一样 你知道咱们有共同设计师 是不是 这个萨哈哈迪 萨哈哈迪 萨哈哈迪跟我说什么 没见过这么无耻的夫妻两个 我设计完以后 他竟然打出照片给贴上去 结果你们搞房地产呗 赚老百姓的钱呗 跟这个当官的这个 够腐败呗 结果还让全国人民感谢你们 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文艺人 你说任志强先生 都那么大岁数了 一天再装上自己 跟这个政治大佬似的 好像天下民主不懂的事 你干过啥呀 除了蹲过几天监狱 你出来还不是吃共产党的饭 你不还是叫共产党给你房产 天天还骂习主席 你有啥资格骂习主席 你就仗着王岐山 就在这边折腾 你不就是老领导 你不就是王岐山吗 还有王岐山下面几个 干将在北京出席的吗 你们也有资格出来 给中国讲民主法律 你们也有讲正义 你们打扮在私下里面 把习主席弄成一个独裁 现世毛泽东 斯大林 你有啥资格 你干过啥呀 你这一辈子 有啥让你骄傲的 瞪天大嘴巴在那乱讲话呀 你创造过财富 帮过别人 你有了不起的艺术造业 你做过不善慈善事业 天天在那瞎爆料 都道清诸说 北京市所谓房地产的预测 跟你什么关系吗 这是 站出来你真以为老百姓把你当根葱了 像郭文贵这号什么 像你的号什么 连个屁都不算在这个历史上 还竟然批反党中央习主席去 你真以为王岐山就是当了皇帝吗 潘石屹先生 任志强先生 黄燕女士 岳文海先生 许子斌先生 王恩哥先生 朱山路先生 张学丁先生 李友先生 这个不要在这块执迷不误了 看看你们的过去 让老百姓收收你们的过去 再看看我们这位冠军先生 看看我们的Francson先生 看看我们的姚庆先生 姚明山女士 姚明端女士 陈峰先生 王健先生 刘女士 哎呀这太多了 都乱了乱了 都乱了 把你们的人民连在一起 我的传媒告诉我说 画了一个圈 说这所有人加在一起 就是一个disaster 灾难 竟然有人在那说 此姚明山 非他们家姚明山 此姚庆非他家姚庆 你连骑马的常识都不要 你把党员 你把老百姓 这些年的沉默 和忍让 当成了愚蠢 真的像公子兰呐 真的像郑秀啊 把所有楚国人民当傻子 把取缘给敌死啊 今天秦城里有多少取缘呢 今天大秦朝也好 还是什么也好 我真的是 习主席如果能闹清楚真相 中国可能就是上盛史 一统江山 成为大秦帝国 如果习主席查不清真相 就会成为楚派王 六国联盟 就是今天与中美关系 去世界搞好 将成为全世界 成为中国的敌人 那赵高不但不死 还要当皇帝 那中国就不是进入了 那这个秦代末世了 直接进入了中国 回到石器时代了 我刚才问了王岐山先生 你有种站出来找人发言 说你太太不是美国居民 美国公民 郭文贵明天就回北京给你见面去 我敢给你拿的政材给你见面去 你的房子有多少 太多了 我一天一天的报 报到十九大 如果十九大还没有新的王岐 报出来 郭文贵也自杀 我说你们是盗国贼 不是贪污犯 贪污犯的数是可以查的 你是盗国贼 香港的好房子 都在你们手里边呢 香港的好资产都在你们手里边呢 香港的富豪被你们控制了 香港是你们家的小四六地 小三儿 你们能这么到国的时候 能不能给我们这人一个活路呢 不要让那个杨 另外那个杨改文女士 把四个孩子全弄死呢 叫郭文贵这些 这些到今天很多人还说郭文贵 什么过去怎么样 过去怎么样 谁说过去怎么样了 我有什么违法犯罪吗 我这样的人 你都不能给我生存的空间吗 你是逼民造反啊 你不是官逼民反啊 你是官枪民反啊 拿枪指头反啊 我们有选择吗 三年过去了 过去的六个月 天天给你们认真的谈 你们还是想办法 骗骗骗 抓抓抓 杀杀杀 咱往下走着看 王岐山先生 另外的几个盗国贼 我今天说话全都给你们对下了 没报你们 我今天只说王岐山先生 如果在一定时间内 郭文贵的事情 还不能得到解决 咱往下拭目以待的看一看 还有什么事情会出来 我今天第一次我向习主席 庄严的认真的负责的 我向你提供了最新这些天的事情的变化的证据 和事实 我希望您可以任何形式 您可以去调查 郭文贵愿意配合 我强烈建议习主席要查清楚 这些事情的背后的动机和原因 如果有人愿意要 有人说的习主席 栽责你们的这些信息和证据 我也愿意提供 我相信习主席有能力 你也有必要 把这些抱您家人要的这些东西搞清楚 包括现在特别重要 过去我的员工被抓期间 我家人被抓期间 这些办案人员是怎么说的 大连专案组的公安局局长 陪着李友吃饭 收李友的钱 北京市公安局收到李友的钱 拿着李友的东西 还享受李友送的姑娘 拿着翡翠和珠宝的字画 是怎么把李友给假释的 李友拿了多少字画和钱和股权给了这些人 而且李友的卷中206册 是在李友释放前一个月全部重新改造 习主席您不去查这个事情 您将对历史无法交代 范伊菲行长 是人民银行我跟他无仇无约 是上海银行的行长 王岐山书记原话 是他推荐给去上海银行当行长的 是他给棉衡先生的礼物 江棉衡的礼物 因为上海银行是江棉衡的 说答应过范伊菲行长要到人民银行副行长 未来郭树清要回来当行长 这是江边恒先生和王恩科先生 李友先生三人会面说的话 这是这个李友和王恩科先生和范伊菲行长 在盘古四合院十一单元说的话 如果习主席你有必要我可以拿录音 那就在十八大以前 王岐山先生已经对这些所有的领导人的任用 已经定局 还有习主席 令计划先生说犯犯什么罪 是他的问题 您听到了各种版本 关于令谷之死亡 令谷的车 法拉利的车是河南的老板送的 是卫星送给他们的 是郭文贵第一个检举揭发出来 卫星是令计划的同长 是送车之人 郭文贵的立功 你也有立功了 那么我现在想郑重的给中共中央 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说 令计划的儿子的死令谷之死 令有蹊跷 他这个死是一个现任的常委和过去的常委 共同设计的结果 未来在十九大的事前 我会把所有事情都报出来 我会拿资料拿语音录音说出来 除非你们像傅政华一样 把所有人全都杀了 全都让它消失都变成徐明和李明 否则我是一定要爆料的 令完成这个窝囊费 连个人都不配 他没有勇气 贪生怕死 起码的正义 起码的人性和勇气都没有 令计划先生在国行的那个女朋友 打了四次胎 在协和医院 在协和医院 令计划和霍赫之间 用手机拍下的各种证据 包括当时的数据包 令完成手里都有 我已经向美国政府有关部门说了 令完成手里都有这个东西 马建副部长手里边有的数据 我今天公开说明 马建副部长在他的下属 就行动队长高辉先生 被专案主给弄死了 这是一个伟大的警察 在他死之前 他告诉了我所有海外的 有关的情报信息 特别是有关香港 所谓港宝在香港的活动的 具体的情况 包括联络人和方式 他们叫偷窝 也就是搜加了各种的人和数据 包括国家安全部 在美国在海外 在欧洲 藏匿的大量资产 还有情报网络 今天 我们这个国家的民族 到了千钧一范 生死存亡的时刻 如果今天崔友们 你们还把文贵爆料 当成一个电视剧 刺激的来看的话 你们就不配当中国人 因为刚才我讲的每一句话 都是用你们的同胞 我的同胞 我的同胞 我们的前辈 生命和鲜血 换来的财富 被这些人给偷走了 而且你们所有人 今天辛辛苦苦的工作 就是把你们 反而把你们送上了灾难 让你们变成人间 真正的奴隶 如果你们还抱着看笑话的心态 把子弹给文贵 让文贵去射 那你们的今天就是可怜的 应该的 活该的 世界上我不相信任何国家和民族 像今天一样 被四五个人给绑架 几十万亿的人民币的财富被人给掠夺 你们的子弹未来上不起学 看不起病 吃着化学这个食品 如果你们不行动 只靠文贵在这空嘴巴说 就像看到张立凡先生 胡说女士天天用笔杆子 用嘴巴讲 能讲出我们的未来吗 能讲出我们的尊严吗 能讲来我们的安全吗 郭文贵都做到今天了 他们都不放过郭文贵 始终都以他们的权力的傲慢和欺骗 用他手中绑架的权力 要把我们全家全部消失 多少个曲员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多少个曲员被冤死 谁不谈 这位老领导在这个我家 就在我家谈两次 他说这些人怎么谈怎么谈 我说谁不谈 你告诉我谁不谈 不是那些贪官不谈 他都贪 我从没教育都不谈 包括马家都不谈 他当然贪了 他不谈他能活得老吗 某屎坑里的区不沾屎 他能活得了吗 他敢见阳光吗 他不扎猛的在屎坑里边 他就活不了啊 他敢见阳光吗 他敢不谈吗 一个工作了三十年的国安 他敢不谈吗 他是神的不谈 令计划可以玩国行的这个姑娘 可以玩中办的姑娘 可以玩这么大方的姑娘 可以玩演员 王岐山先生哪个演员都不玩啊 王岐山先生什么演员都不玩啊 跟多少人搞了事成子事成女啊 中国高官哪个不是政治夫妻啊 谁不是啊 为啥就把那些人送到秦城监狱去吧 我跟他们无情无故 我想说的事情一切都要依法治国 这个国家不是你哪个人的 现在老百姓的钱被你们给偷走了 现在老百姓还得说你们好天天维稳 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来维稳老百姓 拿着老百姓的未来 拿着老百姓的家人和身体健康和生活 来绑架你们所有的老百姓 然后让你们所有的这几个贪官的家人 在西方美国欧洲享受着人间奢侈的 787 737 空客319 腕流腕客流 腕流550的这种超级生活 全人类几个国家的总统 家一体都没有你们的生活的 豪华奢侈 一吨万都吃五百万一千万的 住在隔壁上全人类上最贵的房子 拥有无数房子 就这样 还有打铁还需自身硬 人民的名誉 简直是笑话荒唐 亲爱的同胞们 你们再去看看人民的名义 再去看看打铁还需自身硬 其中打铁还需自身硬里边 就叫深硬的 是我山东范县老乡 立我家直线二十公里 就是头两条弑母案的所发地 他说过什么 共产党是全世界上最大的骗子 他做梦他都觉得是共产党的三日是他的侮辱 一个外来的邪教统治着中国 还让中国把它当成了信仰 共产党的事情 现在我们党的这盗国贼 你信不信呢 你把这个国家 14亿人民的未来和安危 就被这些人给绑架了 一个海航啊 一个冠军先生 玩几万亿人民币 而且是一分不拿拿走 一分成本不付拿走 你们还要控制十九大 十九大王岐山说起来要当总理 你当了总理 中国这个国家 会走向什么地方去 这个国家还有点希望吗 你继续在贪污 把你贪污的钱再合法化 控制进出口银行 国开行 游储银行 民生银行 进出口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现在把农行人都抓完了 再控制农行 盛京银行 金华保险 中国还是谁的呀 不都姓王了吗 那不是你姓王的王 是王国的王啊 现在给我发信息 发资料说习主席也贪子 习主席家那点钱都不够你个零头的 都不够你飞飞机的汽油费 他们家在那儿人家过去做生意 那是做生意赚的钱呢 还有给我赚生意的过程呢 你们是直接从国库里拿呀 现在结果郭文贵是什么 郭文贵辛辛苦苦赚1200个亿 你也要给吞了 你也要拿走 说我是骗贷 我把钱还了还骗贷 天下有如此之法律 这还有公平吗 香港的房产为啥高啊 为啥海航到香港一直去买地啊 你们要把香港的所有建制派 香港政府官员全部绑架 为你们所用 你们定的政策 就把香港变成你们的缓冲之地 说政治启蒙之地 习主席7月份要访问香港 习主席我强烈建议您要知道 他们在香港埋下了多年的各种势力 安全部的三位部长曾经说过 在这个斯诺登 美国斯诺登到香港事件之前 香港真的是没有大陆的 就是国家的这个情报和警察力量的 为什么 因为斯诺登事件发生以后 中国政府真的不知道斯诺登在哪儿 香港政府不知道在哪儿 董建华先生说过一句话 说当时最愚蠢的就是 让英国的情报机关撤走了 香港没有情报机关 所以说呢找不到斯诺登 后来有江泽民书记 胡锦涛书记 安全部部长 耿惠昌徐永岳 马建副部长 还有二部队部长 这个杨部长一起开会说 我们找不到 是因为当时江总书记 绕朽撤出香港所有的情报系统 后来当时决定 马上派遣三千名到香港情报社工 后来又去了大概六千名 九千名到香港去 我郭文贵今天说的话 任何有良知的党员 香港的良特首 你是知道的 所以从那天起 香港就有了九千万的大陆来的执法部队和情报社工 香港从那天起已经没有一国两制了 可是 这个事情本来是国家行动 后来变成了某些盗国贼的野心 在香港布置了一系列的自己的人马之后 跟各大富豪进行了全钱交易 抓住这些富豪的把柄 控制住 让他们为他们服务 洗钱 香港的一个娱乐界的富豪 一年为大陆的这几个看官洗钱 五千亿到八千亿 未来我都会公布 用金融期货 我给美国政府和相关部门也都报告了 美国政府部门和欧洲有关部门也在查 洗钱 同时 再用这个东莞的处女 小姐 房地产 深圳的走私 贿赂 把建制派议员 和现在香港的纪律部队多个高官给拿下控制 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叫什么 叫第二个香港计划 就你看到的香港是第一个香港 第二个香港是他们控制的香港 这是马建副部长 高辉处长 还有另外多个安全部官员 在我香港的办公室 当场说了的 但是今天可悲的事情 这些所谓第二个香港计划 不在中央控制范围之内 我相信习主席的本人连知道都不知道 已经完全被王岐山等几个盗国贼给彻底控制了 为什么 两年半前 我在南法 一个酒店里边 看到一个香港的超级富豪 家里两家结婚 那天梁振英也去了 那天梁振英也去了 这叫Hotel to Paris 酒店 那天所有香港的名流官员全在 我得到了几份绝密的录音 这个录音当中他们认可的老板 是盗国贼 不是习主席 而且这些盗国贼们明确的说 十九大是王岐山在组长整个中国 中国的经济股市会大涨 管政法的几个人已经向他们许诺 叫给他们什么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 香港已经是岌岌可危 那天在南法的Hotel to Paris的婚礼 不仅仅郭文贵拥有这个绝密的录音 西方的很多的司法机关也都有这个录音 香港的雨伞行动 绝对没有西方全面参与 如果西方全面参与 那个录音被放出来 或者相关那样的录音被放出来 是结果一定不是那样的 郭文贵已经有生死不顾了 我要为香港的自由 香港700万人的未来和真相 我一定不惜一切代表 因为香港给了我一切 我一个草根农村的孩子 第一次得到外资写投资 就来自香港下军女士 我第一个爱马仕领带 爱马仕西装就来自香港 经历来领带经历来自香港 吃的叉烧来自香港 吃的喝粉来自香港 我第一次住的豪华酒店半岛就是香港 我第一次出海是来日本 第二次出海在香港 所以我一生当中 永远不可能背叛香港 永远不可能背叛英国 永远不可能背叛美国 永远不可能背叛中国 这是我一个人的成长 这些地方不能被这些盗国贼所揉炼 绝不能被这些盗国贼们所欺骗 这张图里面大家看到了 这张图里面的公司所隐藏的 很多是控制了香港的绝大多数优良资产 包括香港人很多的保险和未来 香港的很多人的 养老基金银行保险证券 核心资产已被盗国贼所控制 未来不是你立法23条 要割夺你们的安全和基本的权利 是你的民生 你的未来 你的生存全部被控制 未来的政策就是用香港人控制香港人 用香港人打香港人 我们的这个千万别忘了 共产主义最大的本事就是挑起内斗 利用仇恨 利用族群的这个这个这个族群的矛盾 挑起事端 达到控制的目的 今天在党内 党内的政治斗争和党内的利益之争 已经是你死我活 香港的利益之争 安全之争 已经到了图穷帝首间的时候 王岐山先生 作为全人类上都尊重的伟大的人物 比教宗都光明都伟大 比达来喇嘛还懂宗教 比处男还纯洁 比佛祖 都是六欲不沾 第三 结果 是什么呢 盗取了国家几万亿的台湖 N个师生子女 多个政治利益集团 控制了大陆香港 甚至要控制全世界 他收买了西方的各种政要和利益集团 拿着人民的钱 人民的利益 人民的未来 约翰洛克的国家论里面 如果按照那个标准 来衡量今天的王岐山先生 今天的政府 人民早就该革命了 今天的人民的懦弱 人民的忍让 人民的感恩 成了盗国贼们的武器 如果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 十四级人民 只指望一个郭文贵来做什么事情 那是民族的悲哀 那也就罢了 如果每个人都靠今天的网络 发大牢哨 讲讲话 就能解决你的后顾之忧 能有一个安全有尊严的未来 这些民营企业家们 你就以为你的财富得到保证 你的儿女不被人家欺负 不被抓起来 这些私林企业家们 在这些官员面前 震地高呼 发誓忠诚 把老婆 把妈妈 女儿都给送给人家当官睡觉去 你以为他换了你的安全和尊严 你就继续试吧 郭文贵的今天 一定是你们的明天 你们的钱财 你转出来试试 你能转得出来吗 你转得出来 你能花得完吗 郭文贵的红冲事件 给全世界敲下了警钟 这些盗国贼们 不仅要盗走你的钱 还要让你闭嘴 还要让你的钱财不能拿走 而且一定要记住 他们这个所有的红冲 还有孟宏伟到那儿去 当这个主席目的 就是让全世界闭嘴 掩盖他们的盗国罪行和丑闻 有什么了 多少人以来 现在两万一 两万一 哎呀好 谢谢推友们 就很多人问这推友不好 推友像推友似的 你们别这么理解 我说过我不喜欢粉丝俩字 这个粉丝太不好了 凭什么叫粉丝啊 我们就是推特的朋友 哎麻烦你开一下窗子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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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空调 这个太早了 现在已经多长时间了 一小时四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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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点开始的吗 推友们现在是不是我应该结束了 别说了 再说北京死人了 是不是 没问题我虽然睡了两个小时 但是还是很舒服的啊 没问题我得讲上几个小时没问题 关键是我现在我这个爆料啊 我怕这把人给吓死了 我怕把人给吓死了 哎你再查一下这块好不好 你再查一下这块 你看行不行 再查一下这块 你再查看看行不行 我要看看哇塞 很多真的推友真的心疼我 我这 昨天晚上我起来看那个 这个几个老兵啊 我发现我们的老兵同志非常有智慧 毕竟受过国家训练 这个声音没问题吧 受过国家训练给我录了几个视频啊 这个背景地点都看不出来 但是每句话都让我感动 让我注意身体 因为军人特别知道身体的重要性 而且特别是这个 我特别感动这些老兵啊 对习主席的这种支持和理解 我真心地向各位推友说 我了解习近平主席本人 我了解他家庭 这些所有的老兵们对习主席的理解 我非常之感激 千万不要上了盗国贼像王岐山这样的大 他代表着过去的老的利益集团 他代表着盗国贼 所以习主席没有任何动机和目的去盗取国家 他也不可能拿着他自己的这样的生命 和他那样一个伟大的父亲母亲 这样的家庭来冒险 他已经是国家领导人了 他没有必要去为了钱财利益 他不是这样的人 所以这老兵们给我发的视频 我非常之感动 你们对这个跟一般的真的人看法不一样 看到了中国政治的本质 而且你们的预测是正确的 但是千万不要随便有行动 因为这个行动会被盗国贼们利用 盗国贼们是掌握着国内的攻减法的武器呢 你等文贵把澳大利亚的会 美国的全球发布会和十九大会开完 如果说这个国家还不能给你们公平 我就会号召你们上街 我就会号召你们上街 而且不但要上街 我郭文贵回去跟你们一起上街 他把我抓了拉倒 我带着我老婆女儿 我带着我全家人给你们上街 如果这个国家像傅振华这号人 像王岐山这号人 像王岐山那一帮同伙们 不被抓九千万党员 那就没有任何希望了 我们十四亿人 再把这个未来和国家交给他们 那我们真成了愚蠢至极的人了 冠军先生 冠军先生 拿他了 拿他了 我看了 是拿他了 拿他了 拿他了 你看我干嘛 我没说你 拿他了 女士 这个师僧女 我这说的是 你给她长得好看 这个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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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同志啊 你看这银行 你看这银行 你看这银行的钱 你看这钱 巨大的钱 巨大的钱 这个 掌握的国家财富 不还给老百姓 这海外这块 这么多的资产 就在我周围到处是这些贪官的 还有这些盗贼的资产 这一个个的飞机 让他每天飞 到处飞 拉着一堆堆的美金现钞 然后查贪官的时候 查中石油 把中石油在瑞士的账号 全部归为己有 上面几百亿美元呢 就被王岐山先生 就归为己有了 你以为人民不知道啊 我郭文贵知道 为什么 你在收买别人的时候 他们出卖了你 瑞士银行的事情 这个小房子 这个小房子 懂的人看一看啊 陈锋先生 在这里发生了什么 这是什么啊 看看啊 我再说一遍 郭文贵这里有91本这样的资料 91本 我真不希望我都亮出来 我也真不希望公主于众 我真担心这14亿老百姓 上街游行去 中央里边有个王岐山这样的盗国贼集团 各省有多少个盗国贼啊 各县有多少啊 各镇有多少啊 天天大家去骂陈销去 陈销能贪多少钱呢 海外 欧洲 美国 新西兰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加坡 香港 日本 这些买房产都是我们这些 卖糖葫芦的 卖猪肉的 都是那老百姓搞货运的 那些民工们吗 不都是这些盗国贼的贪官污吏们吗 老百姓们在国内也好不到哪儿去 把房价抬高 有黄烟的小手 加上潘处长 还有虚伪的任志强 把这个老百姓的房价给抬高了 一个个无良的地产商 然后在这银行把款给你倒走 你存的款给你弄走 然后人家在外边也把钱给你拿走 你这老百姓怎么活呀 走到海外搞红通把你弄死 在国内用房价用贷款把你钱洗走 如果你再有钱就叫你被强奸 然后你行贿把你抓起来 你去了香港把你给绑架回去 你说你怎么活呀 这已经不是黑社会白社会的问题了 这是比恐怖组织IS他只是杀你呀 这些人是杀你还要你全家呀 还要以法律的手段 人民的名义把你给抓了 把你资产抢走啊 同胞们14亿同胞不要老叫郭文贵在这爆料 文贵从开始爆料到今天 有谁去行动了 有几个是行动的呀 我们网上一说推特党 发布这个推特党 要成立推特党推特党国旗 呼应者太多了 但是我说有多少真正的国内有良知人爆爆料啊 有多少有良知的人去说说真话呀 有将近这个900多万个党员和家人商人 私人企业家被骗被抓被牵连谁敢说话呀 就是你们的沉默 纵容了所有这些盗国贼的他们的胆量 什么样的人民就会选出什么样的政府 是我们这些老实的人民就选出这些盗国贼 你们竟然相信王岐山是清官 人类上最大的悲哀最大的丑闻 现在中纪委全国纪委成了王岐山帮王岐山家的中纪委了 还要下部当总理继续当常委 天理何在呀 党纪何在呀 国法何在呀 你想活一千岁呀 这是一个典型的赵高啊 还派出你那些什么流氓暗飞来杀掉郭文贵 用美国立业集团干掉我 你来看看我试试 从2006年你当北京市长就瞧不起郭文贵 在北京市长会上你问是谁在奥运村旁边盖了这么大的楼 北京当时的建委副主任叫刘永复还有刘志华在会上说 当着北京160个区县干部说 这个人是河南来的柳氏流水秃头 普通话都不会说 还装他那样的美国人大家哄堂大笑 我相信王岐山市长当时知道这件事 说郭文贵是河南人66岁秃头 连普通话都不会说还装美国摩根大家哄堂大笑 刘永复是敲诈我买他家这个空调的人 结果你就开始瞧不起郭文贵 你让刘志华就把我的楼果收走 最后让刘志华当了你的炮灰 是你让我去找刘志华的 刘志华今天被你给偷偷的保释出来 他还以感恩戴德呢 是你让我找的说小刘和大刘 小刘叫刘志华大刘叫刘琪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这个篇说里面说这个 你最恨的马建福部长和孟辉清和马文 是因为当时查你的事件 王岐山书记 我不怕你但是我要跟你说实话 郭文贵真的不知道查你王岐山 什么时候知道的 是孟辉清的老婆 不是孟辉清离婚以后他的女朋友 在2013 14 15 在我香港基金工作 是他告诉了我 当年孟辉清是查你 查刘志华的同时还查了你王岐山 然后我知道有一个事情 马建福部长跟我说过 曾经在办公室你把马文骂的哭 马文部长跟你谈到是查你的事情 你把他骂的哭 马文部长回去给当时的吴关正书记 何勇书记说了这个事情 就跟你谈话拉倒了 但是孟辉清掌握着你的这个调查的所有资料 有18个录像21个U盘 这就是当时在孟辉清家操守的东西 你以为我有 你以为我和马建福部长高辉满永平和孟辉清和马文 何勇和吴关正和另计划参与了查你的案子 我今天负责任告诉你王岐山书记 我绝对不知道 你冤枉郭文贵了 你在北京市区就是因为你全力的傲慢 你把我们 你就是骨子里边你是贵族 你看不起农民和草根 你以为听说郭文贵就是河南农民66岁秃头 你就一下子就是看不起了 就我不该拥有盘古这个房子 这个项目你给我收回 后来刘志华的事情 刘志华被双规以后你更加恨我 后来你又误听为被你那些虎朋狗友们欺骗你 说是我参与了和马文部长参与查你的事情和马建福部长 还有孟慧欣高辉满永平还有何勇还有这个刘森 你就开始脑恨在心 你当纪委书记 你就是人家这上面说的 你就要派几百人把我们全家给灭了 结果查不出我的证据还要再查直到我灭了为止 这都是因为你王岐山先生你就觉得你是贵族 你觉得我这号人狗屁不是 你觉得我这种草害这啥也不配拥有 你就觉得我没有啥本事 然后你就重用了你的胡舒立 天天在这瞪点把我说成跟狗一样 什么生一犬奴生一农村 然后把我说成权力的猎手 照我的谣回我的名声 抓我的家人抓我的员工断掉我的朋友 全球追杀就抱你一仇之私 关键你这个仇还不是真的 你的昨天我的女儿他问我一句话 爸爸你记得吗 当年有一个王岐山的女儿去我三家 特瘦的女儿特好叫王什么养 哎呀我说就是我还忘了这事了 你的养女就你的哥哥王富山的女儿 还有就是你那个女婿叫黄耀文 黄耀文曾经是我的律师 我当时对你是多么的尊敬啊 你黄耀文就在你收了我楼的时候 还拿走了我一两千万 我跟你无仇无冤 我啥时候查你王岐山了呢 你竟然竟然听讯了谣言 要把我郭文贵全家自于死地 王岐山先生 你的所谓的贵族的傲慢 你的权利的傲慢 你把中国老百姓当成了书 你天天在你家你说什么 中国老百姓再过一百年都开不了制 中国老百姓就得用宣传 就得用鞭子 这是你的原话吧 王岐山先生你给谁说了话 记得吗 把桌子东西夸一壶了 对着当面的现在的领导说 什么叫腐败啊 搞几个娘们儿 搞几吨钱叫腐败吗 你家庭的傻呀 政治错误才叫腐败呢 抽着烟就这样 这是你吧 你把老百姓只能是用宣传蒙上眼睛 用鞭子来对付中国老百姓 你这样的官儿 你竟然在中国以贪反贪 以黑反贪的方式 达到了五年统治中国的目的 欺骗了全人类 欺骗了全世界 张立凡先生 胡舒立女士 任志强先生 潘水先生 你们受过王岐山的恩惠 你们是他同党 你有没有想过 我说这事情是不是事实 你们要证据 但凡有一点良知和正义的人 你去看看发生的事实 事实超过证据 我说这些事情 你来反驳我 王岐山的夫人就有 美国居民的一招 她就不该当纪委书记 她就不应该成为中央领导人 王岐山先生的家里面人 用别名持有了上万亿的财产 她这一场就该尊监狱 王岐山先生拥有N个 师生子女欺骗党中央 就应该进监狱 王岐山先生 利用职权 把国家几万亿的不良资产 给个人 用这种诈骗犯行李 必须进监狱 王岐山先生 利用自己的职权 给家人毛司令 必须进监狱复发 否则对14亿人民 对整个共产党员 是没办法交代的 人民是一定会给你们清算的 张立凡先生 我就这一个钓鱼 就把你钓成这样 看看冠军是谁 大家把冠军说出来 我再给我 我还没出文件呢 冠军亲笔签名持有股权的东西 姚静名下持有股权的东西 姚静公开是处理 建行建头的不良资产的东西 你的师生女 Frank 孙在加州的房产 在纽州西的房产 在纽约的房产 在纽约的房产 银行账号大笔现金 陈峰先生和王健是神呐 你们短短的几年 就玩一万亿人民币 我们中国老百姓 连饭都吃不起 杨改完一个年轻妈妈 将四个人自杀 最后老公在他满气后自杀 就因为三百块钱的低保 结果竟然有当地本章说 杨改完在那个周围的穷人 为啥没自杀 为什么他自杀了 因为他得了抑郁症 他该自杀 然后呢黄燕的小手 说黄燕是纯洁的少女 潘石屹先生是为国家做了贡献 人民做了贡献 建立了美丽的首度 他是艺术家 任志强先生就成为了代表了公益 代表了政局 代表了无私 现代雷锋 有水平 张立凡先生 雅然成了一个民主的斗士 胡舒立同志是他的 这个绝对是他的偶像 任志强 潘石屹也是他的好朋友 王岐山是他的偶像 然后这个习近平主席就是大坏蛋 反腐王岐山一个人被抓 都是习主席上抓的 抓郭文贵是习主席批的 抓家人是习主席批的 傅政华干的 说实话 前天一封 秘密来寒 让我对傅政华先生还真刮目相看 为什么 毕竟我从来跟我太太不谈这个过去的案情 前天我太太告诉我说 她被关押期间 对她非常礼遇 还有两个好人啊 这位两个好人 郭文贵再次谢了 在关押期间 给我太太还准备了抹脸的东西 还拿了两本书看 据说这是傅老三傅贵华干牌的 傅政华干牌的 这是第一 第二个傅政华和傅老三 确确实实 我才知道 在我们全家被抓到 就是2015年1月8号的时候 亲自把我哥找到了一个桑纳房 脱光了屁股洗桑纳 说你们赶快走 全家走 因为你不走 你无法想象 会对你家有什么样的打击 其中就告诉了 说要抓谁抓谁 我也得到了消息 我给我太太打电话 给我女儿打电话 给我哥打电话 我说你们赶快来 我去飞机接你们 结果我太太说我不走 咱爹咱娘不能在这儿我不能走 我们也没干啥坏事 我哥哥也不走 我们老郭家没干啥坏事 不就是马建傅老三的事吗 无所谓 就这他们没出来 这得感谢人家傅政华傅老三 这确实挺够意思 这段我还真给不知道 更重要的事情 我儿子 就在2015年1月10号早上9点抓捕之前 4点钟我儿子去了机场 是一个现任的政治局常委给报了信 必须要离开 所以我儿子是4点钟去机场 7点钟飞机 差20分钟我儿子就被抓了 这是唯一一个逃脱的 我们家本来抓16个人 结果抓了15个 我们家上次我说错了 我们家是活着的 现在我个儿拔开 活着剩我们6个 除了我们被抓全被抓 大哥 二哥 三哥不在了 四哥 五哥 六哥 全被抓 然后我妻子 我女儿 我六嫂 我大哥的侄女儿 侄女婿 我们全家10个人 加上我们现在 我们当时的员工 当时是27人 被问询的员工270人 被边空的人数6200人 现在再压人数16人 你说我们这家几乎是灭门了 这个当时傅老三和傅政华传递的信息是对的 现在我真的相信了 这个信是对的 是王岐山因为这个事要灭我们全家 现在王岐山还有盗国贼们一定要拿到 马建副部长拥有的海外情报系统海外资产和他们这些调查贪官 腐败这些年的这个录音视频证据失声子的信息 要拿回这个孟卫青拥有的录像还有这些贪官的证据 夫人华先生虽然是个贪官恶力酷吏 但是给我们家确实实实当初还真干着事了 后来的录音通电话他说的还真都是实话 还真不错 但这几天来 这个各种王岐山先生的周围的各种人都在给我示好 说好说对我不怎么样了 不是他们要干的 是习主席干的 我是诸国也不会相信你说的话 我宁可相信傅政华傅老三我都会相信王岐山说的话 还有另外的三个盗国贼 但是傅政华先生你对我家人的虐待 你对马部长张岳这种陷害和宋建国咱没完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没完 我会对你家人 很多资产 很多的私人信息 我在法律范围内给你公告 给你留点尊严 报答你当初对我们家人的这个恩情 但是你不服法 郭文贵绝不拉倒 你祸害的709律师 你祸害的积极人士 你对马建福部长家人的陷害 你对我家人的陷害 你和江良栋 你对北京公安的这种祸害 北京警察多少人哪都恨得把你杀了啊 你拿着北京警察当狗用啊 结果你是贪钱贪色贪权啊 你家的傅老三弄那么多钱 你不服法天理何在啊 多少人被你害得家破 连高瑜女士那个人都被你搞成那样 陷害栽账啊 但是我会在未来给你留意情面 感激你对我的这种家人的这个 当初的这个善意 我是人 我也保留着人心 大连公安有几个好同志 很多好同志 我会留着情面 但是你们对这个事情的 这种哪里有的钱 对里有的照顾 对我的缘故的虐来 这是必须有个说法 只要郭文贵还能活一天 就不会放弃 我就是活不了了 我也向你保证 所有的爆料都不会停止 郭文贵的智商 郭文贵的情商 你们一直低估 我希望你们继续低估 你们试试把郭文贵给炸了 给杀了 这个爆料会不会进行下去 我的财富 我的团队 你杀我一万次 我告诉你 你除非把我这个地球给抹掉 这地球全杀了 爆料都不会停止 我郭文贵仰而有信 过去的六个月我说的话 我没有一次不兑现的 而是你们一次次的用拖 骗 抓 你们到现在为止 还用五毛来黑我 还用駭客駭我的推特手机 还用駭客天天駭客我的网络 还用駭客駭掉我的WiFi 还用駭客駭掉一切 还找到流氓 到了美国来骚扰我 还在设计 还到处桌子底下给他们许诺 让他们把我弄死 还在通过各种手段和美国政府交涉 要跟我把我交换回去 你然后你让我停止爆料 你觉得这公平吗 可能吗 亲爱的老领导 各位老领导 如果你们要再想跟郭文贵联系的话 先告诉我你能做什么 不要再说你让郭文贵做什么 咱不幸咱就往下走着看 你看郭文贵能做什么 几百个政治局委员 常委 中央委员 在海外的资产 子女上学 几万亿被盗取的资产 无数次腐败的案件 几百个师生子女 如果这样的政府和这样的国家 还能延续下去这样管理下去的话 那是14亿人民的悲哀 包括香港和台湾和澳门 那是海外几千万华侨 美国的几百万华侨 我们的悲剧 我得看看这儿 我公布的所有的证据和事实 已经完全足够中纪委立案查案和国家应该立案查案 我衷心的希望 以习主席为核心党中央 能成立一个独立的专案小组 调查所有文贵爆料的事件 我会全力以赴的配合 如果中央不查 那我只能一次次爆料 在十九大的时候 我会爆更多的料 而且 郭文贵到现在 我也没有什么诉求 里有的人已经被放回了 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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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员工马上保释回家 我希望我的资产能得到依法处理 我希望郭文贵的所有的企业 我又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现在有没有心对我 刚才咱被黑掉了 刚才 咱被黑掉了 但是现在又回来了 这个 谢谢大家 谢谢 现在我想给大家说的事情 可能是 这个 哎 这好像有问题 这个 很好啊 就静一下 大家看我看清楚一点 文贵的头发 就可以看清楚的 这个我今天啊 已经是两个六小时了吧 对是吧 两个六小时了 这个 这个 我觉得刚刚开始 我说这就是刚来 这个 这个 但是呢 有很多人要我接电话 这个刚才已经断的时候 咱被黑掉了 但是呢 刚才说有 就这就可以了 我特别看自己的脸啊 看自己的长相 什么意思 你看这俩人笑话我 这个 本人不是自恋 是自信 这个感谢上天 感谢父母 给我这么好的容颜 然后呢 感谢上天 还有父母 推友们 给了我今天自信 推特世界不但有温暖 不但有机会 我认为 它有使命有天一 而且呢 在这个推特世界里面 我找到了真正的知己 神交的朋友 在推特世界 我几乎没有一个人认识的 有几个朋友 跟我说的话 发来的这种信息 包括头两天 这种高智商的人 突然用 塞个脑 给我发来的视频 用塞个脑给我发的信息 对文贵有巨大的帮助 坚定的信念 特别是让我感动的事情 这个老兵们的视频 和老兵们的 老兵们的 嘱托 他们是受过正规教育的 而且呢 他们的关心 和真正的那种勇气 是让文贵极为感动的 而且特别是党内的 很多好同志 像北京市公安局的 很多干警们 把他们亲身经历的事情 傅政华这种上进天良 弥灭人性的 这种作为和欺骗 发给我 包括那家人收钱 然后讲了他们的看法 让我都是非常感动的 有很多干警这些年被折腾的 全身是病 全身是病 啥也没落着 而且特别夸张的事情 北京的公安干警们 受到了那种折磨 叫工作室折磨 恶性的折磨 也是完全是反人类的 然后检察院和法院 公检法的把这个中法委 发给他们一个个的案情 和他们的这个情况跟我说 包括现在在香港 正在 负责调查的一些干警 他们担心回到大陆被灭口 他们跟我说 文贵能不能帮我 把家人给救出来 然后我愿意把一切真相都告诉 说实在话 一个两个我能做到 所有人 你让我把你家人弄出来 我真做不到 我那是骗你 未来真正的目标 就是让中国人都解放 14亿人民解放 在我们的家园来生存 在我们的家园 我们往跑是没有 不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跑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只有上街革命 才是我们威力的出路 让14亿人被几个盗国贼给绑 这是人类的悲哀 当年南京大屠杀 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几个日本人 杀几万中国人的悲剧 全人类上没有过 今天在中国 又几个盗国贼 在绑架14亿人民 9千万党元 这是个悲剧啊 巨大的悲剧 绝不能再发生 光指望文贵是不行的 香港人 他应该七百万人 应该联合起来 查出谁在香港调查 搜加 绑架 执法 谁是把香港人一个个的抓起来 谁在共同用黑社会手段 在威吓 统吓香港人 不是文贵一个人能做的 这位干警 你这样想法 我感谢 但是我真没办法 包括咱们上海的几个朋友 检察院的 被威胁 家人被边控 你让我救你 我真的救不出来 我救出你这个经历 会严重地影响我打 我这个 郭气条在中国的执行 包括你们这人的威胁和恐惧 那就是这些盗国贼们的工具 你们只有用智慧 用胆量 用生命 你来去行动 你才能有未来 否则你们都会被 躲猫猫死 强奸死 打飞机死 和然后被腐败死 这些盗国贼 不会你留半点余地的 这些盗国贼的素质 完全不是你想象的 三天前 我跟一个盗国贼 其中的一个盗国贼通电话 我真心的希望他能改过来 能对我文贵的看法 但他还是不放弃 对文贵的追杀 至死之中的都是口气中 给他留了余地 要对我追杀有余地 但是让我不再抱他的料 可能吗 文贵有这么愚蠢吗 14亿人民被你们骗 文贵不会再上你们当了 你等我抱下一个盗国贼的料的时候 你们看一看他都干了什么 有多少人死在他们手里边 有多少人是被他们设计死 有多少钱被他们给黑了 有多少攻减法被他们给强奸 有多少明星被他们给玩玩弄变态 有多少人吃生子女在海外他们 他们有多少钱被他们控制 14亿同胞们 你们看过的电影小说加一几都不如那精彩 这就是中国过去五年的反贪 我从第一集就说 中国过去的五年 就那四五个人在控制着中国 就那四五个人在影响着中国的命运 就那四五个人绑架了中国 我从第一集就说了 我都爆料了半年了 中国人民没有任何行动 中国九千万党员还甘于现状没有任何行动 我们不是个羊的民族 我们这个民族真的是出了问题 被这些年来从辛亥革命以来 已经被训练成了真的吃了人事完的民族 没有了思考 没有了勇气 没有了尊严 甚至把人性最起码的 人的人权的基本都忘掉了 约翰洛克的国家里面 其中有个最关键的话 就是人 人的素质和人民的思考 决定了国家的形式和体制 就是像王岐山这样的盗国贼 把人民当租养 必须用鞭子抽用欺骗 才能统治 这种官场上 大家形成的模式 这才是他们为什么在主义台上 瞪子了眼说瞎话 耍着流氓 在上主义台前别人还给他口交呢 多少人上主义台前都在旁边 那大会堂的服务员给他们口交啊 休息期间还口交呢 那令计划同志 那个国航服务员不就被调到了人民大会堂吗 谁是可以用啊 薄熙来同志 那不是一样吗 就因为一个哥仨 惹了他的情人 哥俩给抓监狱去 哥仨给老三给杀了 在冰箱里放了好几年吗 这些事情我以前真的不知道 我最近才知道 我也听了很害怕 这事都没被公布 但是 主义台上谁干净啊 现在你们都恨郭文贵恨人要死 你们千万别忘了 恨郭文贵的官员们 你的子子孙孙未来也会给别人口交 也会被别人给睡个强奸 你们的家人也会这样 这就是轮回 这就为什么有了咱们的公子兰 郑秀 才有了屈原 后来有了米氏 到了大秦朝 又生出又诞生了赵高 没有公子兰 没有公子兰 没有金上没有郑秀 没有曲原的死也没有后来的秦始皇 胡亥 赵高和李斯 五十几个王子全被杀了 没人敢说话 中国现在不是这样吗 王岐山和道国泽民把这五十几个党员 几十万党员全给杀了 谁敢说话 他们崇拜四大林的时代 把三分之二的常委干掉 把三分五分之四的军区司令里杀掉 他们多崇拜那个时代啊 他们的言谈举止多崇拜那个时代啊 王岐山先生在南池的那 在北京当市长的那一套房子 就几个亿 按照他所制定的今天继委的反腐工作 南池的这个房子 他就该抓起来判一百次死刑 家里边一个水晶灯都一两百万 家里边一个家具都几百万 王岐山书记 你当市长的时候为什么有权力 能在南池的那个四个院啊 你南池的四个院的邻居是谁啊 叫王瑞琳 结果王瑞琳 你想把王瑞琳家地下室 那几个停车库你给拿过来 王瑞琳先生不同意啊 你搬着首席的时候啊 当时你还是副总理 你说王家姚家对他 这个王瑞琳家不错呀 对他邓家 跟我搬手腕 走着瞧 我弄死了吗 这是你说的原话吧 我拿我祖宗保证就是你原话 你敢拿个你祖宗保证说你没说吗 后来网上就是造谣王瑞琳先生 想弄死王瑞琳我太清楚了 你敢对着全党人民说 南池的这个四个院 王瑞琳家隔壁四个院 花了几个亿合法吗 你该枪毙一百次 就这样的中纪委书记 反贪五年 然后把反贪抓的人责任全推给习主席 然后把全党人民吃饭喝猪都不行 那党员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算数 全世界哪个党组织 让党员的工作八个小时以上的 你不付加班费 人家喝个酒吃个饭都给你抓了 老孩子给抓了 天天抓 天天吓唬这党员半死的 结果你天天住在南池的四个院 还住在东南海 然后美国有豪宅 家人搞了几万亿 做了787、737、ACG、弯牛550 跟个师生子、师生女 也吃着海狗丸、撞着肾 然后一帮小女孩一边按着俩头给你口交 黄烟的小手在北京市场偶尔你用一用 一般不用 你说一句话地产商 那就能弄几百个亿 全国的金融界你说了算 黄帝也没有这样的黄帝啊 我见过中东的各个黄帝 哪有你的权力啊 习主席跟你比一分之一也不如 他哪有这权力啊 湘京哥怎么被抓的难道我不知道吗 我哪天我讲讲湘京哥你为啥抓了 你为啥把湘京哥从当时确定的政监会主席 弄回了保监会主席 我会跟你说说的 你从来不放手金融界的权力 你从来不放手任何一个金融界的 你能控制的机会 你的目的很简单 十九大 用金融的手段 笼络全世界 笼络全中国人才 然后 你真正达到统治天下 如果习主席和党中央没看透这一步棋 你就是现在成功的另计划 成功的 俄西海成功的政策 这91本资料 咱慢慢的说 慢慢的说 从现在起 我没有约束了 我可以继续爆料 你们骗了我 没有兑现作业 那就对不起了 郭文贵也只能是不守信了 也没有信可守 我也从来不用守信 这照片 这位女士谁 谁要是认识的话 给我说一声 这位女士谁认识 推友们 请给我发信息 我休息休息 我会把资料 逐渐推到 推到这个网络上去 我要休息休息 然后呢 今天明天我会放到推特上去 好不好 然后 今天是28号是吧 有30号吗 29 还有31号吗 这个约 没有 有30号是吧 有30号 那么 31 有31号 对 对 我的俩助理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这个 2号 以前 文贵不再 有报平安直播视频 3号上午8点 报平安直播视频 3号上午8点 然后在3号之前我每天 会发推特 还有简单的可能录制一小段 十几秒 二十秒的视频 给大家报平安 因为大家知道 6月16号 我将做出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这个决定大家不用拆 另外 就是 某些国家给我提供的 特别保护法案 我是否接受 我一旦接受了 大家知道 那将意味着什么 扩起一条 那也就必须更改 而且郭文贵呢 那就必须站出来 做另外的事情了 我到现在我也会希望走那条路 但是这不是以我的意志所转移的 也是我无法决定的 上个星期 老领导能来美国 能带着几个人来跟我见面 我非常之感激 这位老领导和他带都是好人 当然了 他的信息都是假的 他太实在了 他看不透 他背后的领导把他当枪使 当然了 他也就客观上 也把我当枪使 也在骗我 这位老领导我已经明确给他说了 我不会再跟他们有任何的谈判 我也不会再有任何对他们背后任何信任 我再给他们几天 6月16号以前 如果我的问题能得到依法解决 我已经给他很明确的说 我希望郭文贵的事情一定依法解决 就是我要求国家依法治国 不要在郭文贵身上有任何的魄力 我的老婆和女儿本身没有涉嫌关系 他本来就应该出入自由 我的员工的6000多个员工的家属被边控 这完全是不合法的 他应该得到自由 我的员工已经被非法羁押 达三年之久 和李友相比 他们应该马上被释放 我的员工的所有的资产被查封 理应被释放 我的资产违法的我愿意接受处罚 如果没有违法的应该马上恢复 让我减少损失 这位老领导从来都没有想过 你过去的这半年跟我谈时间 每天我损失1200万 每天1200万我损失了半年了 你还让我相像是行 文贵还能跟你相像是行吗 我大不了我不要了 而且我也给领导说了 6月16号 就是我们基金开会的日子 我必须持掉所有董事职路 因为有红通在 如果中国政府 完全一个违法的红通 我们现在各级政府已经完全告诉我 我们的律师已经正式起诉了 国际刑警组织 他只是个NGO 他没任何执法权 如果不给我恢复我的自由 不给我取消工通 那我们这接下来走的路很简单 16号看我的公告 这就是郭文贵 在尽了一切积极 和天真的 有点理想化的这种努力之后 做出来没有办法的所有的行动和选择 到现在我相信我的郭契条是理智的 我的郭契条是对的 可是 盗国贼们 不允许郭契条的存在 也不允许郭文贵的这样爱国的人存在 他们的野心是要控制整个国家 还有些人说我挑拨习王什么关系 如果习王关系能被郭文贵挑拨 那你就不叫习王关系 挑拨习王关系 对郭文贵有什么帮助 有什么好处 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尊严 属于我的资产 属于我家人的公平 属于我员工的安全 我不是给你们呼叫蛮缠 我只要回我应该有的 你们还现在用下三段手段对我进行 抹黑攻击骇客 诬陷 让胡淑莉站在这样的女人 到全世界去给我造谣 在推特上找一把五毛黑我 从样在我个个后生之间 妖魔化我 赚我的财路 四天前 香港建行 又把我儿子的 这个公司的账号取消 这种小动作一个接一个 你看我会怎么样 您看着 我别无选择 这都是你们的 愚蠢的行动 权力的傲慢 和你们那些阿猫阿狗的同伴们 猪伙伴们 给你们愚蠢的建议 和你们上心兵狂的贪婪 带来的结果 郭文贵 别无选择 所以 我再次向习主席呼吁 我希望您能让第三方 完全公立的第三方 完全中立的第三方 受多个机构 人大 公检法监督的第三方 彻查所有的关于郭文贵 这几年的案件的真实原因 和他们怎么把习主席 和国家 和这个政法委资源 和中纪委资源 用在这个案子上的 到底这个 我爆料的真实性有多大 不真实性 到底危险性有多大 他们到底是对你做了什么 还有被抓的这些贪官们 他们是否是有政治陷害 也给他们一个公情的说法 这些贪官们的钱和物 宝贝家人都是受到什么 待遇都去哪了 包括在香港是不是 以为国家利益而在那里 潜伏着几千人 到底是以国家的名义 真正的以贪反贪 还是以警反贪 还是真正的以警治国 这就是我郭文贵追求的目标 郭七条不会放弃 为十四纪人民会议 不会放弃 我不会拿这个给你们做交易 任何条件我不会给你们做交易 这就是郭文贵 今天的文贵直播 报平安就到此为止 所有的村友们 记住啊 以后有重要信息 发我的signal signal WhatsApp不要发了 我会把私信也关掉 为了你们的安全 我私信也会关掉 因为私信也不安全 已经被他们给害客了 再一个不要再发给文贵 谢谢呀 夸奖啊 还有什么 我把文贵的投资发给我 千万不要了 因为那个浪费你们的时间 让我会看到更多重要的信息 减少看到更多重要的信息 谢谢各位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祝愿所有的崔勇们 身体健康万事无益 希望你们一定要坚持锻炼身体 文贵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 希望中国少一个取元 少一个赵高 少一个李斯 少一个郑秀 少一个公子兰 少一个金上 谢谢 谢谢